我想看一下我儿子,2009年3月24日属牛的 3月多少? 几几年属什么?再讲一遍 几几年属什么点? 几几年属什么点? 他2009年属牛的男孩 你想看他什么?再讲一遍 我想看他身体还有学习 蛇是吧? 是儿子 不是,属蛇是吧? 属牛的 他脑子也不好 乱想 脑子乱想 他的身体主要是骨头 骨头不是太好 所以他会有一些骨头啊,就是腰啊,颈椎啊,这孩子你要当心他有点软骨病的小时候 软骨病? 嗯,就是骨头比较软 嗯 哦,是的,他经常有时候自己玩的玩的摔倒的,现在上学了吗? 看见了吗? 就是跟你说,骨头不硬张啊,他就容易摔倒 嗯 这个是不是缺钙的原因 那你从现实当中来讲,那当然是缺钙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图腾上来讲,就是看到他身上有一个小孩呀 小孩子 啊,这是你打开的孩子 嗯 哦,那我打开的孩子还没超度走 你不止一个了 哦,是了,是了,太糟了 你说的太对了 超度过一个 他这个身上有几个灵性了 一个 一个,他要几张小房子呢 女的,65张 65张 嗯,放上多少条鱼呢 哦,这个灵性蛮苦的 这灵性,哎呦 一会儿在苦海里,一会儿头生出来 哎呦 放生 放生,你大概要放生大概600条吧 嗯 600条你 嗯 啊,谢谢太长 他这个小孩,他学习 看看他的那个脑子怎么样 我就第一个,我跑上来不就跟你说脑子不好啊 你没听到啊 哦,他就信号不好 嗯,我不好意思拍照 我跑上来我跟你说脑子有问题啊 你没听到 哦,我没听到,不好意思拍照 我就跟你说,灵性残生呀 他的,他的脑子 这个脑细胞不是太集中啊 所以他有时候 思想分心 啊,思想不集中 整天贪玩 啊,记忆力不好 啊 对对对 晚上不睡 啊 啊 哦 早上又,早上又不想起来 好了 嗯 嗯,他这个,其他方面有没有问题呢 其他方面没什么问题 嗯,就是这个学习,将来不知道能不能更上任在小朋友呢 现在几年级啊 现在他二年级啊 现在他二年级啊 他现在学习特别差 是啊 现在不参加人家考试 他不行的 他不行 他现在,其实像他这种情况 老师会建议他读那种特殊学校的 明白吧 是了,是了 啊 海长,你算得太重了 那会儿上一年级的时候 那个校长就建议过 可是我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这个学校 很麻烦的 嗯,像这种孩子实际上有一点点智障 你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 是了,是了 而且是他爸爸 是他爸爸的原因造成的 他爸爸的业障 他爸爸过去有杀业 你听得懂吗 嗯 对 他爸爸 他爸爸爱钓鱼 你看了吗 呵呵 看见了吗 呵呵 现在知道了 我想你说的太重了 嗯 我,我这年 我去年十月份 结束的这个心灵房门 嗯 我是给孩子 其实是在网上找资料呢 所以就 我一整就 结束了这个 所以我就信了 嗯 你现在知道了吗 但是呢 你也不要着急 这个都是父亲的冤结 你要把它念掉了之后 这孩子就正常了 这打针吃药 像这种 这种精神上的病 没什么大用的 是肉体病可以治 像这种精神上面的 它是灵性 你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啊 你吃药 你比方说 这个他主要是那个打胎的孩子 对啊 而且还有 还有他爸爸过去钓鱼的那种灵性都在 哦 怪不得了 怪不得了 我前面 我刚刚已经要说出口了 就是说他爸爸有杀业 你看 而且他爸爸 他爸爸而且我告诉你稀里糊涂的 不负责任的 你听得懂吗 对孩子也不负责任的 对你也不负责任 听不懂啊 是的 太早你说的太对了 就是这种的 我告诉你 因为这个孩子我们 他的 太早你说 我说这个孩子 我告诉你 这孩子 他爸爸这个遗传因子啊 这种 这个里边都有问题的 他不不 不是让人家非常 不非常这个各个 各个方面的这个这个基因都非常成熟的 他不成熟的 所以他生出来的孩子就是他爸爸的基因造成的 听得懂了吗 嗯 听得懂 他老爸还喝酒啊 不要抽烟 不要喝酒 蛮厉害的 嗯 他不喝酒 他是抽烟的 抽烟 那就很厉害 嗯 刺激很不好的 嗯 他生杀那个其他的小灵性不知道要多少张小房子呢 给他念吧 先念 一共念到 从去年到现在 念了多少张了 念到多少就 念86张啊 现在已经念了 还要念86张 嗯 嗯 连不连那个小孩的呢 不连的 分开念 不连的 哦 那个鱼呢 鱼在里边呢 鱼已经在里边了 好了好了 能不能给小孩安排一项功课呢 大悲咒呀 大悲咒呀 大悲咒 大悲咒 大悲咒二十一遍 嗯 心经呢 心经也是二十一遍 不够了 心经三十六遍 嗯 三十六遍 总提神咒四十九遍 下来那些其他小咒都是四十九遍 嗯可以 李佛念的三遍 啊可以了 可以了 嗯 赶快给他念 其实呢最好呢 念一段时间呢 大悲咒要念四十九遍了 心经呢 还是念二十一遍 因为这孩子现在这个灵性蛮厉害的 最好念大悲咒来化解这方面的冤解 好吧 哦 小孩子有时候 看见我给菩萨妈妈上香 他就过来和我一起呢 啃头 啃头 哦对对对 是了是了 我知道 他也希望能够解脱呀 他身上那个灵性也希望解脱